在这个疫情肆虐的当下 您是否被焦虑所剩呢 有人担心买不到卫生纸 有人担心丢了工作 还有人担心家人健康 更有人为孩子的远距教学所苦恼 里面的焦虑像是一个无底洞 吞噬着我们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外面有病毒 我们可以躲在家里 里面有焦虑 我们却无处可躲 人生在世 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要怎样才能消除焦虑呢 主耶稣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食物吗 身体不胜于衣服吗 你们的天父 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你知道你有一位天父吗 他关心你的生命 一直看顾着你 他知道你的挣扎 也知道你一切所需要的 你可以到他面前 把你心里所想的 把你的烦心事 一件一件地告诉他 圣经告诉我们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 带着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啊超越 人所能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位平安的神 不仅远远地看顾你 也预备好药 进入你的心里 做你里面的平安 只要你接受它 它就要在你里面 消除苦恼 化解挂虑 使你平安喜乐 God bless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